我们先说一句话 看人先看他的头 头要怎么样才好 大而圆才好 这个人头很圆 不大 没有用 这个头很大 不圆 很糟糕 他一定要大又圆 所以你看第一个 看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天庭谷 第二个看后面 叫枕骨 你看前面后面一看就知道圆 然后看这两个骨头 几个骨大家现在可以记 因为你看人第一个就先看他的骨 所以中文说你这个贱骨头 就是你这个头上的骨长得不成样子 就叫贱骨头 文韬鸡 韬鸡不是那个家庭的家 那一个人怎么变头鸡呢 头鸡那个鸡 是家好的家 你的头骨长得很好 所以叫头鸡 那完全搞错了 面相长得好 不如头型长得好 所以看人先看他的头型 头型好 头鸡 头鸡 你迟早逼一套鸡吧 因为你头鸡长得很家好 所以叫头家 头家 天庭骨 这里枕头的叫枕骨 上面叫顶骨 最下面的叫相骨 阿玛棍 相骨 相骨要一点肉 但是前面要看不出来 前面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就麻烦了 太阳骨 这两面太阳骨 病病叫病骨 头很圆 又很大 只可惜没有病骨 这种人大扮当和尚 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两个骨头 美骨 美骨 突出来的人 很高傲 陷进去的人 很阴险 所以还是差不多最好 老家你怎么讲都是差不多最好的 所以那个轮廓太明显了 那你要特别小心 这两个叫拳骨 女人有这两个拳骨 高的都是客夫 尤其是这个拳到连旁边看 连眼睛都被他遮住 那这个人完蛋了 真的完蛋 为什么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讲最孝顺的人 最重视孝道人 因为我们这里凹进去 如果这里吐出来 不笑 可父母 我再三说 这些都是可以用你的心来改变 你不要完全相信 所以中国人事情 不可不信 不可全信 那怎么办呢 信到差不多就好了 你千万千万记住 因为他是整体看 不是只有一个人看 看像可以拿别地方来补 你这个很糟糕 但是你这个很好 他可以补 他很复杂的 不是专看一样的 我们再复习一遍了 从现在开始 第一个先看这个 天庭地格 这叫天 这叫地 当中是人 所以这叫人中 他都按照一经来 天庭宝满 但是天庭宝满 后面平平的也不好 所以当妈妈的小孩子 让他平的躺 你就完了 本来命很好的 被你养到坏了 所以为什么你要收收收收收 那个做母亲的 要去收收 上面要顶得住书 要平 顶要平 地格要宽 所以瓜子脸 其实运气不好 细腿的人 都是命苦的人 自己要争气 别人才会跟你帮忙 你自己不争气 人家看到你 根本就不想办法 你看我们救急不救穷 宝满下来是救急 他绝不救穷 穷是你的事 即我可以 君子有通财之义 可以 第三个问题 曾老师 据我了解 你今年的准确年龄 是77岁 同时据我了解 你在39岁的时候 曾经身体很差 而如今却反而能够神采悲扬 请问 这是你研究易经的结果吗 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 能否也给我们传授一点 把这个字擦掉 来了 再来了 我39岁的时候 我的办公厅在二楼 我走不上去 一定要拉的上去 下来也要扶了 我心里想 糟糕了 这个关大概过不了了 然后我去检查几个五种病 都是很麻烦的 所以医生一直在告诉我 你要小心 一个人 不要听这些话 你听这些话 你就顺从他 所以 我们只听对我们有好处的话 我们拒绝听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话 这才叫做趋吉避凶 你自己要决定 然后我就去读医经 读了医经以后 让我整个心态改变 我没有读医经以前 我非常讨厌中国人 乱七八糟 不守法 不守时 没有现代话 我跟一般年轻人是一样 但是读完医经 我才知道是我错了 不是他们错 然后我就开始调整 我就误到一句话而已 你无法改变别人 你唯一的办法 就是调整自己 调整什么 调整你的心态 一切都是心态在决定 人类 他有自修 自修其实是自己修复 自我修复的能力 还有 你只要自己修复他 他就改变过来 我这个手 是弹不起来的 医生说 你一定要 打针 要这样 那样 我就不理他 凹进去 伸不出来 伸出来 凹不进去 我就不停的动动动 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也没有吃药 也没有打针 完全靠我自己心 在跟他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每天要花一点时间 跟你的体内去 讲讲话 你不要不理他 你看我洗脚的时候 我也跟我每个脚脚头 说话 辛苦了 你陪着我走七十几年 我们还要走下去 你不要跟我罢工 你可以去试 因为他体内有几十亿的细胞 每个细胞都是火的 你不听他 你就完了 你看膝盖头 最容易坏 你要跟他讲 我站得起来 全靠你 你叫我站不起来 我当然没有面子 你也没有面子 我们互相帮忙 我照顾你 你照顾我 其实很多有癌症 有肿瘤的人 我都告诉他 你不要开刀 你开刀送命房的短 你就跟他讲 我知道你在这里 我知道 我不割你 你也不要脱落我吧 我们两个人 千七月 定合同 同归已尽 等我死了 你才发作吧 你那么急干什么呢 你要以癌症共存 他就存 这个在佛教里面叫做内观 我们主要因为眼睛是长在外面 老是望我看 整天看外观 你糟糕了 眼睛掉过头来 观里面看 你的五福六章 你真的看得很清楚 你真的看得很清楚 花二十分钟 跟自己的五官 谈谈天 照顾照顾他 是非常有必要的 你看到我这个年龄 头发不是白的 就是凸了 凸了人 他就不白 不白人 非凸不可 所以我就跟他商量 也不要太白 也不要凸啊 搞点形象出来啊 这都事实 我讲的论 我亲身体验的 我们一生最重要的 就是这两个地方 叫做圣门 这个圣门是中文特别了解 所以你要怎么样 要用手去放在 你看中文有事没有事 老手放在这里 放这里是不对的 放这里是准备跟人家打架的 你放这里就表示说 我手是有热气的 你看你一动啊 手心就会发热 然后把热气 灌到你的圣门里面去 两个手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 老想踢别人的屁股 你自己有屁股 为什么不踢呢 你不相信你等等 其实你连踢都踢不到 踢不到啊 踢不到不要泻气啊 你先踢五个 再踢十个 当你一口气 能够踢一百个 你全身都通了 全通了 我的东西都是不要花钱的 因为我们脑子中都没有钱嘛 没有钱 我们脑子中留下智慧 都是不说费的 你只要做这个 你尺子有痕 脸色很好看 气血很通 什么病 不是好啊 病不会好的 它会隐藏起来 其实癌症不会治好的 癌症只是说 你要这样 我就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就好了嘛 你身体免疫力一叉 它就出来了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你一割就麻烦了 一割就漏了气的 就漏了气的 人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的知识是不断的在变的 所以我已经讲出来了 你从小学的知识有什么用 知识二十年就没有用 最多二十年它就没有用 你现在一个小孩子 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拼命教 拼命教 教到二十岁 他出来了 统统没有用 你看所有大学生 研究所学生 出社会以后 第一个反应说 原来我们老师都在骗我们 台大法律系的校友 每次集会 请他们读书的时候的老师来 第一句话都说 老师 你骗我们 你说法律是怎么样怎么样 法律界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人会试 根本就没有人会试 我讲的都是事实 因为知识它是不持久的 你看今天我们看到花 我们会怀疑它是假的 二十年前有没有人怀疑这是假的 那就是你神经病 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假花 以前我们看电影还有一趟是真的 现在把拍电影的基地整个公开出来 你去赚了一圈 你就知道原来什么都是假的 最后出去看到有竹笋 你也很怀疑 这个竹笋好像也是假的 其实整个竹笋是真的而已 我们在浪费小孩的时间 糟蹋小孩的经历 真正知道的 孩子是不可以教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 他是要做不同的事情 不是要做相同的事情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相同事情 那天下大乱了 那完蛋了 因为人类他是要分工合作的 每个人都很聪明 老实讲人类也完蛋了 所以我在教大教授的时候 我曾经问我的同学 我从来不教人家是我的学生 我从来一辈子没有说人家是我的学生 同学 同学就是学生 不要搞错了 所以有时候我说他是我同学 你年纪那么大 他那么轻什么同学 他搞不懂 因为现在我们搞错 动不动就说谁是我的学生 哪一种人是最倒霉 因为我是搞实证 你就要跟谁讲说 某某人说你是他学生 他只有一个动作 没有印象 他一定说没有印象 你相信不相信 我懂中华文化 所以我经常占便宜 有人说 某人说他是你学生 我说没有了 我们老朋友 他回去想说 真是想说 你跟他是老朋友 什么老朋友 我是他学生 你看他自己承认 他是我学生 学生是人家承认的 不是你在说你有什么学生 可是因为外国人不懂这一套 所以我们现在全部都学到外国人 台湾教育叫不好 一个原因 一句话讲完 因为台湾大学设在罗斯福路上面 如果他设在孙中山路上面 就没问题 其实严格讲起来 孙中山也蛮细化 我们一方面教没有用的知识 一方面又教他做外国人 你现在到公园里面 到大安公园 你会发现很多洋人 带了我们很多小娃娃 蛮口音语 我看到以后 我都是很善感 因为那个灵魂来投胎 他是选父母的 选中国人当父母 就是他准备做中国人 结果你一开始 就把他学念成美国人 他想想 我刚去那边投胎就好了 不要学得这么辛苦 我学得这么辛苦 干什么呢 对不对 我这个灵魂要做美国人 我那边一出生 我就会讲英语了 还要学 老实讲 语言是一种工具 学学无妨 可是这句话要很小心去听 要读外语 最早小学四年级 小学三年级以前学 你就让他跟母语混了 他一辈子没有一种话 讲得好 这有什么关系 对无才的人真的没有关系 但是有才的人 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们什么时候要看得很远 你的小孩将来 他有很特殊的研究 有很不同的心得 他想把他报告出来的时候 他就上大经 因为他英文也会 什么话都会 但是没有一种经 不知道用哪一种语言 来表达比较好 那个叫做 Master Language 而最好的Master Language 就是Mother Language 就是母语 你看新加坡人 很惨 马来西亚人 很惨 印尼人 也惨 反正讲话又不像中国人 又不像外国人 是谁造成呢 父母造成 我有一次在河南 看到一个黑头华人 走过来 穿了个风衣 我跟我太太很喜欢猜 这是哪里的人 因为在国外猜中了 机会不高 在国外还年孔的人 不一定是中国人 不要因为他一定是中国人 所以过来我们就问他 你是中国人吗 他说是 那我们就用中文跟他讲 他说我听不懂 我说你为什么中国人 不会讲中文话呢 他说我妈妈叫我 不要学中文 我说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他说我觉得我妈妈 神经有问题 但是已经晚了 老实讲已经晚了 老实讲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你不会讲英语 你是很吃亏的 但是你要小心 二十一世纪 你会讲英语 你更吃亏的 因为全世界人都在学中文 这个我在英国最清楚的 英国人有一次跟我抱怨 他说我们英国人最倒霉 全世界人都懂得讲一种两种 三种英语 三种语言 只有我们英国人 好像只许过我们讲一种英语 我说你可以学 他说我怎么学 我碰到中国人 一开口讲英语 他就跟我讲中文 他就给我讲英语 碰到日本人 一开口跟你讲日本话 他又给我讲英语 好像你们不悦而同 都认为我只能讲英语 我说这样你不是很好吗 他说有什么好 你们讲什么我都听不懂 我讲什么你都听得懂 我最倒霉你知道吗 读书的兴趣是一辈子都受用不尽的 你说我会打乒乓球 我请问你 你能打多久 你说我喜欢做什么 我再问你 你能做多久 只有读书 从小到老 随时都可以做 而且时时都很重要 因此我们有一句老话 叫做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你看很多人都在骂这句话 实际上很简单 你只要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读书没有一样不好的 除非你想靠了读书来升官 靠了读书来发财 那当然有很多人就不同意 如果你不是为了升官 不是为了发财 而你很喜欢读书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反对 所以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他的先决条件 就是说你的动机 是什么 是为了求知 为了求上进 为了更了解宇宙人生 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当然附带的升官发财 我们也不会反对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 可是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 有两位是最了不起的 一个是孔子 一个是官公 我请问你 孔子有什么了不起 官公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两个也没有当皇帝 也没有做大官 也没有发大财 也没有说创立什么事业 都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当中 我们就是说孔子了不起 官公了不起 一个把它叫做文圣人 一个把它叫做武圣人 其实很简单 就是孔子告诉所有的中国人 要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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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而已 而官公告诉大家 要讲忠义 讲忠义 讲忠义 就是如此而已 这样可以知道说 我们中国人 不管你环境怎么变 人生最要紧的 品德方面 讲忠讲义 而兴趣方面 读书读书读书 当年胡雪原 跟左宗棠合作的时候 左宗棠每次看到胡雪原 都讲一句话 他说你不要为了公民 也应该多读书 很多人认为说 我读书就是要去考取公民的 我读书就是为了升学的 我读书就是为了考试的 那是不对的 读书是为了求知 避免自己无知 读书是为了求上进 让我们活一天 就更懂得一些道理 这不是好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老觉得 什么学习行组织 好像都是美国人倡导的 其实两千多年 我们孔老夫子 就告诉我们 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活到老 学习是要一辈子去做的 那读书如果没有兴趣 你就觉得很苦恼 你看那个小孩子 有人一看到书 他就打瞌睡 一看到书 他就恨不得把他丢掉了 这就是从小没有培养他的习惯 就算不为功名利路 多读书总是好事情 但是 读书读到不明白道理 那还不如不读书 所以中国人就说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 你完全相信书里面所写的 你干脆把书丢掉 还不如没有书考 你去看 通通是中国人 越是乡村的 越是没有读什么书的 他又懂得道理 凡是那些读书读得多的 他基本上就不懂道理 就很奇怪 就是他有了知识以后 他就把道理丢开了 天天跟你讲很多知识 知识有很多是不合道理 那就是有待考验的知识 知识有两种 一种知识是很合乎道理的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 不断可知而且可行 那有很多知识 他根本就行不通 那种知识要了干嘛 所以知识也有好几种 有的知识懂一懂就好了 不必花太多精神 因为那不合我们的用 所以我们现在读书 读出来结果 要看看合不合我们用 你合我们用的 就是合乎我们中国人的道理 我们就拿来用 不合我们用的 我们也不必排斥它